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云门四十年的作品 稻荷回到了池上农村 在一片稻浪中跳舞 农村是什么 稻田为什么很重要 我觉得它是台湾这个土地的根本 它是你晚餐的菜色 它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也是艺术家的谬思 同时也是台湾的未来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了一位 很关心台湾农业的出版人 她还曾经创办了一个 由农业养活的媒体 欢迎国立文化副总编辑 蒋惠仙 惠仙你好 惠玲好 《异想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惠仙我非常地好奇 作为一个出版人 你为什么会这么关心农村的事情 其实这也是经历了 蛮长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 应该这样讲就是 其实我个人家里并没有乌农的背景 第一次比较真的注意到农业是 在921地震之后 有一些朋友因为要协助农村的复兴 就重建 就农村之后 其实那时候的产业已经有些凋零 农村就是 人口外移 对 人口外移的问题 他们就决定要找到对的作物 然后用友善的方式工作 从那时候就慢慢地开始 接触到一些朋友在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可能在就是2001年也接触到奇美社大 就是第一所就是号召向农村学习 一所农村就是一所学校这样的一个事情 还有赖清松这位股东 俱乐部的农夫 大概就是慢慢地经历这些事情 开始发现说农业其实在台湾 也有危机 也有转机 然后的确有一些新的人重新投入农业 然后就慢慢开始关注这些事情 虽然其实可能很多人觉得农村离我们很远 我们住在城市 但其实我觉得农村离我们很近 你看我们现在最近发生了这么多食品的问题 是 从你的米里面摻了不是台湾米的米 或者是之前新竹米粉没有米这件事 或者是油 最近油的事情 对 种种其实都跟你的餐桌上的晚餐有关 跟你吃什么有关 所以这个也会跟你的健康有关 惠仙你在很早年就开始关心农村 这件事我手上拿到了一本杂志 这本是成品好读 当年其实惠仙是好读的总编辑 这个cover story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好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脚 这双脚是踩在宜兰的农地里面 然后是农夫赖庆松 这个杂志就是这个主题 我们那时候是发现说 其实好像农村里面有一些新一代的 有一些可能是高知识分子 有一些可能过去并没有务农的背景 但是他们回到农村里面 然后用一个比较友善土地的方式 甚至提出一些新的产销连结的一些新的模式 我们觉得这样的新生的力量真的很重要 所以那时候就是透过访问股东俱乐部的赖清松 然后透过访问这个奇美社大的张正阳 那我们两位的共同特色都是高学历农夫 应该都是念到了博士吧 他人还很年轻啦 他现在 现在还是很年轻 大概是在04、05年的时候的照片 那时候刚刚从日本念完书回来 对 他就决定说他想要回农村来做农 然后进入了宜兰 那他最特别的方式是说他是台湾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社区协力农业这样的概念下 他找了一群股东来就是说支持他这个专业的农夫也就是田间管理员 来帮他们种出好的稻米 那所以当然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说 鼓励消费者因为你支持他 所以共同分担承担风险 因为农田看天吃饭嘛 有的时候可能有风灾水灾等等 那如果当年稻米欠收 那就是消费者仍然愿意用预付的方式支持农夫度过南端 明年丰收的时候再补给你这样的量 所以是一个非常就是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跟关系 你托给一位好农夫帮你照顾好土地 然后你可以让他好好的专心务农 你又可以吃到安心的食物 而且在你做这个报导的时候也访问了养儒们 是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去当百米炸弹客的时候 对 其实在这么早之前就开始关心农业的议题 那我们刚刚有谈到你们还创办了一个 用农业来养活媒体的一个平台 是 所以这件事也还蛮有趣的 是 其实这个平台是 大家共同创办的有几个好朋友 然后尤其其实是让每一个人 他可以透过当一个就是 它是一个开放写作的平台 你可以加入来写 你来关心农业 关心食物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成为共同的办报人 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主要是 创办人童小飞 庄慧宜小姐 他们也是长期在921之后就投入农村 再后重建的事情 然后一直觉得说其实要解决农业的问题 就是要透过吃的方式 那所以说希望建立这个平台 一方面让大家来加入关心农业 然后一方面也是开发好的产品 来支持就是好的生产者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是有新闻跟市集的部分 那它现在应该目前也是就是台湾可能在这个农业的新闻 所以在新闻的新闻方面来源非常丰富 然后每天都有新的文章 所以我们刚刚说其实作为一个出版人 你投入了这么多农业的这个领域 你自己觉得获得了一些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像是一个触媒的角色吧 就是说在这过程里面有很多 真正在农业定义现场的朋友的关心 然后这一两年也有更多在英文界的朋友 因为支持 就是说愿意用共襄盛举的方式来加入 我觉得是让我真的感觉到 这十年来台湾的农村的景观有在变化 也有更多新的人进去 那比方说刚刚提到的这个上下游的朋友们 然后现在在做出版嘛 那主要也是用一些书系 比方像土石系 山海经 来关注台湾就是这方面 我们觉得做得很好的案例 希望更多的读者认识他们 然后比方说像独册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平台 那今年我们是第二年做这个刘玉峰图展 他们也是 他们是一个网路书店 但是就是说他们愿意提供这样的平台 让我们能够从知识面 从生产者的连结 从消费者你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认识更多好的生产者跟产品 就是种种方方面面 我觉得的确台湾现在是有一股新的力量 然后大家一起愿意来支持跟关心农业 没错 其实只要好好的在在地生活 然后找到自己的特色 然后消费者愿意去支持这些好的生产者 只要这个产销的连结建立起来之后 台湾的农村觉得绝对是胡胡扑扑很有生机的 对 嗯